接下来的话就是插入了五个页面 然后呢并且把你相关的文字 当然第一个Home Home的部分呢就是放一个title就可以了 也许就叫绿岛旅游资讯吧 那内容的部分跟页尾的部分 等一下分别完成 因为呢这个部分呢最后做完的话 我们会希望又有点像这样子 就是这个东西将来长得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将来的话这个页首已经OK了 放上来了 但是内容我需要放两个东西 一个是List View 这个List View我们之前有做过 我想应该各位不陌生 第二个的话呢放一个什么图在内容里面 并且做连结 也就是说呢当使用者点选的其中一个连结 其中一个这个红点的时候 一样可以跳到其他的页面去 OK这个是内容的部分 那页尾的部分的话 就是放一个导览列 所以特别注意到页尾的部分呢 是放一个导览列 那不过特别注意就是说 这个导览列里面 它其实可以跳到其他的页面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将来如果说每一页每一页都要有的话 其实你可以只要做一个 可以分别把做完的东西 分别复制贴到每一个页尾去 其实就可以了 因为这样子做完之后 其他的你不需要重做 你只要做完一个 其实复制过去就可以 这样的话呢每一个页面下方 都会有一个长 类似像下方这个导览列 OK就是类似像这样 每一页你跳进来都会长一样 那它都可以跳到其他地方去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那接下来的话 这个部分等一下再来看 就是List View跟页尾 那再来分别把那个 我们的Data里面的这个文字档 打开来之后的话 把那个Title部分呢把它加上去 所以这边就是分别把页首部分 总共底下有四个页面 然后分别把那个 它的标题 还有它的内容 这个内容把它Ctrl4一下 然后分别把这个内容加上去 内容部分加上去 然后页尾的部分这个可以留下 因为将来的话 我们每一个页尾部分呢 都会需要做那个 就是导览列 导览列部分 OK那这样子的话呢 第一步就完工了 我们先把需要的东西呢 先把它加上去 那最后记得呢 先把它储存一下 这个档案把它储存一下 名称的话记得 这个存成叫index.html OK所以这边的话呢 把那个index.html 好输入上去 按一个储存 那储存之后呢 它会复制相关档案 特别注意这边会告诉你说 因为我们会用到 JQMobile的技术 所以呢会建一个 JQMobile的这个资料夹 帮你放在你的 你的这个网站里面 这个不过按确定之后 它会自己帮你做 这个不用去理会 主要是有这件事情 那现在的话你会发现呢 index.html已经存在 不过那个资料夹 它现在没出现了 所以你可以按上面 重新整理一下 按重新整理 这个JQMobile里面 的相关的东西就跑出来了 那之前有同学 就是 之前做OK 可是呢 一浏览 它就只看到网页 没有看到手机的画面 那最主要我就看了一下 基本上就少了这个资料夹 所以如果你这个资料夹 没加进来的话 那基本上 它就一定没有办法 变成手机的画面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之前太多同学 我不知道哪里 它是不是 存档的时候 是不是有错误 还是怎么样 少了这个东西 所以如果你少这个东西 不然你就把 之前上课的 其他网站的练习的东西 抠过来 抠这个资料夹 其实就OK了 那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基本上就放这些 相关的一些图档 或者这些 可以不把相关的设定 OK 那请各位呢 先把这个 总共五页面部分 先完成 那待会呢 我们就先 再来就是把那个 内容跟 页尾 这个部分的东西 其实就是 内容 这一段 这一段 list view 一个图 然后一个net bar 分别完成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做完类似像 长这个样子 那基本上 特别注意哦 就是说 这个上方是黑的 下方到这边是 content 最下面是 footer 头 内容 尾 OK 那也就是 之前的那个 net bar 我们要把它放在下方 而不是放在上方 不过可能会有个问题 将来 你要做一个设定 如果你不做一个设定 它的footer会跑到这边来 你必须要让它往下 不过它好像有个动物 类似 在手机上面也这么不流畅 基本上 点击的时候 它会放在下方 这个net bar会放在下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那 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 就是这一个 这个叫list view 之前有做过 应该各位都还有印象 做的方式 当然第一个 开 我们第一个 就是直接在这边 内容的地方 那首先 当然你需要 有四个 四个连结 所以呢 当然list view 应该还有印象 第一个 请你把这四个 四个连 四个这个连结 先把它放在 内容的地方 当然你可以先打完 之后贴上 或者是说 你可以直接 就在这上面打 只能够四个领点 然后呢 第一步呢 我们先把它改成 所谓的项目 清单 OK 那项目清单 如果说因为 如果你输入在 祭祀本 它好像不是换行符号 所以会只有一点 那怎么办 直接把它delete掉 enter 重新再delete 重新再enter 它一定第一个状态 一定要是 有四个 这个 四个项目符号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要 再把它变成什么 加上那个超 大家做超连结 我们可以先 我再来选举它 做什么呢 一样 就是在那个标签 检视器里面 JQ Mobile 在选举状态 其实你选举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它基本上选举的 这个范围 就是这一块 你选举 你会发现 这边也会同步了 基本上 在HTML 里面 会自动帮你加 这个UL到UL 所以项目符号 其实是UL 里面的项目呢 单独一个是LI 斜线LI 那也就是说呢 之前有同学 好像也是少了 头少了尾 所以它显示出来 就不正常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变成项目符号的话 你需要做第一件事 先把那个标签 检视窗这个 标签检视窗 打开来之后 这边有个JQ Mobile 那请你把这个地方呢 找到那个Data Raw Data Raw 把它的角色 把它改一下 改成叫做List View OK 这个地方的话 找了List View 好 这个时候List View 点击之后啦 其实 你这边 做了完动作之后 它等于会自动帮你写程式 那写在哪里呢 写在这里 其实基本上 你坐这边 它自动帮你加过来 那前提是你已经有选取 选了这个范围 它会在UL后面 加上这个东西 那之前的同学 可能加错位置啦 又不知道 加在哪边 加到上面 都不对 一定要加在这里 所以其实有时候 你稍微看一下 如果确定 你做的动作没错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 按一下即时 即时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 它会是项目 清单的状态 但是呢 这个旁边没有箭头 为什么没有箭头 因为你没有加超连结 所以你把那个超连结 加上去 选取它之后 超连结下方有连结 那因为这个是连结到 Page1 所以你就输入Page1 那依此类推 其他的话呢 这个就Page2 1234 反正加上去做 那你再即时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字稍微也放大一些些 然后这个箭头就出来了 这个就完成了 list view 所以我们之前做的动作 基本上是标准化流程 你做完之后 那稍微看一下 它有哪些改变 一样也是UL到 中间你可以发现 它是LI 这边有一个超连结 AHREF 等于超连结 给一个名称 连结到哪里 这个才会出现 那当然呢 如果说呢 你希望 我们之前好像有做过 就是list view 我希望把它变成圆角的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圆角的话 记得哪一个吧 叫什么data什么 data insert 这个嘛 这个标签里面怎么样 你把它改成true true之后 不过我要选取状态 这个 记得把它切回来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 那一样 把它选起来 然后data insert 这个 把它改成true 这个选 OK 那理论上及时一下 这样就有一个圆角 感觉好像 比那个没有圆角 看起来会比较顺 顺眼一点点 OK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完成list view部分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 các 以上